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電台 小楊哥啊 是 你知道嗎 像我這麼常出國啊 其實有時候我還蠻羨慕外國人 怎麼了嗎 就是羨慕你看 比如說像義大利 這麼浪漫的地方 男人也都每一個都浪漫到極點 然後你看還有一個巴西 帥哥怎麼那麼多啊 都沒有來到我們節目 你看對不對 你這樣子的想法就是 外國的月亮比較遠嘛 對不對 有很多外國朋友 他們也是羨慕台灣的好啊 例如說 他們很羨慕台灣 因為台灣有我 你是不是其實自己講完都滿心虛的 沒有 覺得好像走路都有風 走路那是因為後面有風 幹什麼東西 不是 因為他們就是熱愛台灣 喜歡台灣 所以他們會來到這邊嘛 對不對 那所以有一些東西 你一早為什麼去年花惹草 不是 因為早上你有去鞠躬 你要帶一個這個 那你不能直接回到家裡嘛 你這個要先拿起來 放在水盆裡面 稍微洗一下 沾一下這樣 OK 好好 不要直接回家 好了 嘿嘿 那所以說呢 他們其實羨慕我們的地方也很多 今天要讓他們來吐露一下心聲 好 所以我們也請到了 走到哪裡都被羨慕 走路很有風喔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當對面呢 雖然很胡鬧 但是他們都知道台灣的好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太好了 俗話說外國的月亮比較圓 身處在台灣 總是感覺不到台灣的好 而今天聯合國代表 就以老外的角度來告訴大家 其實台灣這些優點 讓他們好羨慕 我們想要先聊一聊 各國老外到底羨慕台灣的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嗨嗨 我很羨慕台灣的 嗨嗨嗨 職場自由 職場自由 怎麼說咧 你們的職場沒有自由嗎 他就是很不自由 一天可能壓縮得很短的時間 對 很趕 而且導演一直叫我快一點 因為別人演變得我很快 好囉 而且大部分時間劇組都在等你起來 對 有時候起不來 起床啦 對 對 很辛苦 謝謝 你很好配合耶夢多 謝謝 我已經配好了五年了 謝謝 對 我跟你講喔 因為就是說 現在是老闆的立場來的話 就是應該台灣人太容易說 今天 就不做就不做 比如說 像日本的一個公司裡面 那如果他想要理職 OK 最少要兩個月前要講 不然就是沒有辦法好好交代 沒有辦法交接 對 但是你看台灣人 像那個我幾個員工 是 他說 老闆不好意思 那個 媽媽說這個工作不喜歡 就不來耶 就是有幾個啦 那個上一次 我員工啊 就是一個 也是台灣人的 然後他跟我講說 就是他做得好好的 然後他是 他就是幾次要 自己碎過頭 那一公司的立場來的話 還是扣錢對不對 真的 對 扣錢 就是應該的嘛 然後他就很不開心啊 然後說 蛤 這個不是應該的 而且我沒有罵他喔 那就是今天就這樣子 就是公司的規定就這樣啊 因為我還會其他的員工 結果是隔天 那我覺得 好像不適合我 就走了 蛤 以那個日本人的角度來的 做工作就是非常的輕鬆啊 另外一個方面是沒有責任 重點來了 像日本喔 譬如說看那個莉莉嫖嘛 你要那個印尊 我看一下 那你之前做什麼工作 譬如說之前是游泳啊 麥當 都可以 男友 對 都可以 男友也可以 對 那之前是走多久 我聽到台灣人很 理說當然只有兩個月 三個月 但是台灣的老闆不太會在意耶 像我們日本人都聽到 只有只有兩個月 四個月 不到一年 我就不行 其實也不知道 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也變得不在意了對不對 其實以前 早期的時候真的還是會說 你怎麼這個人 早期兩個月 三個月 你是不能寫在履歷上的 對 那不算一份工作啊 那就是代表這個人不穩定啊 因為惡性循環嘛 為什麼老闆不在意 因為開始離職率也高啊 我們隨時公司是屬於缺人的狀態 只要有人願意來就好了 對啊 它就是一個惡性循環啊 嗯 知道 其實我覺得台灣這種工作 是很自由 在紐約人我們那個 秀哥這種工作是一點都沒有 就是有一個朋友 也是在台灣很漂亮 然後他想要去紐約人讀書 想要變讀書 然後就邊去解工作 然後他在台灣靠那種業配跟IG 跟這種秀哥的工作就賺很多 那是一個月十幾萬那一種 然後回到去女生的時候 他一份這種工作都完全沒有找到的 然後真的有點委屈啦 因為他平常在台灣做那種 可能比較高調的這種工作 欸 秀哥這個東西在日本賺的 好賺嗎 嗯 好賺 比有些是不混得一點還賺 我自己非常羨慕 就是台灣工作的這個部分 尤其是台灣找工作的網站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可能台灣朋友 把這些東西都是很理所得的人 就是很普通 可是就像我們巴西 找工作是真的真的非常地辛苦 比如說你要找工作 第一個 你可能要找工作 跟你的大學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的限制很大 你如果要找一些工作 跟你學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本來就是沒有 而且你可能選擇很少 然後要找工作的通路 本來就很少了 就像我剛好來台灣的時候 我記得一開始來學針灸吧 然後本來要回巴西 可是後來換一個想法 就像說我要住在台灣 我要住在台灣 我要開始想辦法找工作 可是那時候是中文真的是不好 比現在還亂好幾百倍 是沒有辦法找就比較 那很嚴重 對 政治的工作 這是很難找啦 真的 所以我好多台灣 你可能會跟我推進一些 比如說APP 比如說找工作的APP 那我想說APP有這種東西嗎 一開始真的不小心有效 可是我不開玩笑 我上那個APP就放了一些個人資料 跟我本來想要等什麼 我等下是要等那個 葡萄牙語的嫁轎 然後真的第一個禮拜後 我就找到了五個學生 剛好是五個朋友 本來要同時學葡萄牙語 然後他們本來要去 那個葡萄牙工作 然後就剛好遇到我的證號 那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等下是沒什麼工作 沒什麼賺錢的機會 通過那個APP就找到了一個 跟物理資料是沒什麼關係的 然後那個收入還不錯 也是通過那個APP之後 那些學生就拋去葡萄牙吧 我就找到了跟國際 有相關的關係 比如說把一些基本的 葡萄牙文跟英文的翻譯的報告 然後最後還是做到了一些 都是跟我原本的職業是沒關係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錯 很加分的 我是很羨慕那個 台灣的聚唱聚會就是很多 因為跟以前完全差 就是另外一個世界的那種感覺 在台灣 因為紐西蘭 對 所以除非你要跟綿羊做 那個戶外的活動之外 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你跟綿羊要做什麼戶外活動 我真的很好奇 就這個有點難說啦 可能是把他們剃毛之類的 對不對 好浪漫喔 然後在台灣不管是 現在是幾年啦 晚上半夜你要去唱歌 還是你要去 可能是觀夜市 還是這種活動 真的很多 都可以 在女性人那邊的那個 外面的活動真的很少啦 就是晚上過一個七八年的時候 真的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然後上次回去就很興奮 就是很久沒有看到朋友 晚上打一個電話 然後那時候差不多九點十點而已 然後就說 我們大家出去去一下 然後他們就說 現在可以去哪裡啊 地方都關了 就真的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所以這個是在台灣 真的是很棒 就不會無聊啊 台灣真的好多東西可以做 對啊 而且是24小時的 對 隨時都有東西吃 隨時也有便利商店 是 因為其實通常想到台灣 大家覺得最羨慕的就是吃嘛 真的 但是前幾年我發現一件事情 讓我很意外 大家都以為是泰國最受歡迎 其實我覺得台灣不輸他們 就是 真的 這大概五年前 我發現只要有朋友從國外來 不管是美國 歐洲 亞洲 各個國家來 一定要我帶他們去按摩 那我說為什麼 他說台灣按摩 很好溝通 而且台灣按摩基本上的 英文能力也都OK 而且環境舒適 然後技術很好 對 連最後那一杯茶 他都覺得特別好喝 對 然後他說又便宜 而且他會主動問你 力道可不可以 是不是要調整 通常都比較少 對 因為我們常想到說 按摩要去泰國嘛 因為泰國真的很便宜 但是便宜的 我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可是相對起來 溝通起來 環境 甚至以後那一杯茶 都我會覺得說 就是值這個價錢 在台灣就是我覺得CP值很高 對 也因為這樣子 我就五年前 我就開始投資了按摩店 真的 我就真的賺到錢 真的喔 因為我真的賺到錢 是因為像現在我們七家分店嘛 我們一個月大概兩 唉唷 對 因為大概有 七家耶 對... 大概兩三萬人來按摩的量 裡面 不騙你喔 這麼多 有一半是外國人 真的喔 真的 然後日韓最多 所以我覺得台灣可以很交易 對 日本 因為日本按摩好貴喔 超貴的 但是我們的大概 他說大概三倍價錢 一般按摩而已 所以我覺得台灣按摩也是非常棒 而且也是二十四小時 是 真的發現 就是他講得沒錯 台灣的那個舒服的 每一個氣球非常的棒 所以就是很多日本人 很喜歡被他們按 還有一個超受歡迎的就是 應該也是只有台灣有吧 是吧 按摩的那個 洗髮店可以按摩 可以做美甲 這個好適合 對啊 一條龍 又便宜 而且CP值超高 真的 就講得你好像有去曼度洗過是不是 真的 不是 你洗頭 光洗頭這件事來講就好 你看我們這邊一兩百塊 已經洗得下下叫了 我們又送你肩頸按摩 對 然後還有頭皮護理 然後還有精油 所以我在美國洗一顆頭 最少三十塊美金 有 對啊 快一千塊台幣啊 對 而且沒有什麼做造型那些 也沒有按摩 沒有 對啊 我其實有在日本按過膜 我覺得日本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日本很輕柔 對 就很像尿蛛 太有禮貌了 對 就是 你就覺得我的血點 或者是我可能走了一整天逛街 我那個乳酸 你都沒有辦法幫我排除 就很像尿蛛 就是沒有感覺 而且我們只要 你大力的對我沒關係 然後你只要稍微蠕動一下 在聊按摩 按摩 他就覺得 是不是 來救不來救不 我想要再大力一點 對 所以說 但是我的日本朋友呢 他們就非常非常羨慕台灣人的 假期很多 就是我們的上班族呢 我們的假期很多 像我有一個日本朋友 他是長期在台灣工作的 那每次呢 比如說他們的黃金粥 他們可能放假是七天 我們的過年 就是黃金粥後 我們的過年 我們一個年假可能都是將近要十天 那如果你有就是一些攻略 就是請假的攻略 然後年假出來請 你有時候可以放到半個月 那我日本朋友呢 就是每次我們過年 他就回去了 回去他生命的朋友都好羨慕 他說 蛤 你們在台灣怎麼放個假 比我們黃金粥放得還這麼多 你們年假可以放到半個月 所以他就覺得 他們都很羨慕台灣嫁很多 那因此呢 比如說他在上班嘛 那常常我們 比如說什麼青年節也放假 兒童節也放假 各式各樣的假期非常多 是日本差不多有兩倍吧 他就可以利用這些假期呢 那是一個男生 那在台灣學會了衝浪 學會潛水 學會騎重機 他就覺得說 如果我在日本工作 我沒有那麼多閒暇的時間 可以學這麼多東西 他就覺得台灣的假期 那麼多太棒了 日本人是正正休息 是只有12月31號 到1月3號的這個四天 其實黃金你剛剛講的是那個 那時候算過年 對 只有那個時候 正正可以休息 其實其他的地方 比如說剛剛講的那個黃金粥 那時候有些人還是工作 假休息 對 假休息 所以只有 日本人一年只有四天休息 好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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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我很喜歡台灣 就是我們台灣的那個 交通天空 這是真的 真的 尤其是台灣的那個 計程車跟UBA嘛 就像你隨便 就是你要出去的嘛 你就去鄉口啊 差不多五分鐘裡面的話 你一定會攔得到車 是 像女生人的話 你可能站在那邊一個小時 甚至半天 然後就在那邊 只有陽金過而已 對 然後就是非常方便嘛 我上次回去女生人 那時候我的班機 進來是比較晚 大概是晚上11點 然後父母已經在睡覺 所以那時候就不得不 就是一定要繳機程車 那大部分的機程車是你要預約 可是在機場比較特別是 他們會有其他機程車在那邊 所以還好 可是我光從那邊坐機程車到我家 你猜猜多少錢 差不多15分鐘 15分鐘的車程 15分鐘 15分鐘車程 台灣頂多兩百吧 差不多 15分鐘兩百 差不多兩百 一千多 沒有那麼誇張啦 七百多 七百多少 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紅路燈 因為那時候是晚上過七八點 女生人就完全沒有車在路上 所以她是對啊 沒有車在路上 我不是在台灣 然後這樣就順路就開回去了 我就嚇死了 七百多 因為在台灣真的是一兩百塊就有了 可是我覺得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在台灣 是可以看得到台灣的交通 真的有改進 就是我在台灣十年 我看到那個捷運開了三條線 巴西的那個 我住那個最大的北部的首都 我在那邊二十年 連一條線都還沒改好 你懂嗎 對啊 做得這麼精緻啊 我們意大利 好認真喔 對啊 我們意大利的交通 有在蓋嗎 已經蓋了 現在大概有三四個帳吧 我忘了多少 可是就是一條而已啊 然後台灣就是你看得到 你在這邊就是一直在改 一直為方便為主 因為不只是便宜而已 是真的速度比較快 而且很多種選擇 很多選擇 超厲害的 對啊 我們意大利交通來講 也是非常落後 跟台灣比起來 超恐怖的 你知道台灣有那個高速公路 有那個ATC EBC的系統 對 超聰明的 我一開始 我都很 我一開始租了一台車 我就是上了高速公路 我已經準備 等一下要停車拿票啊 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開始很緊張 可是我沒有提早買票 等一下怎麼辦 我等一下如果被攔下來 我都沒有高速公路的票 結果我還車的時候 他就算給我 我花了多少錢在高速公路 在意大利你們知道是怎麼樣嗎 在意大利 非常非常慢 你就是 這很像原始人一樣 就是你到了那個高速公路的 那個口袋 大家都要拿一張票 很像停車場 然後你拿 你拿 那裡已經 塞車塞得很離譜 因為非常多人要拿票 然後你拿票之後 你就開開開 你要出去的時候 他算你就是每一個站 有不同的金額 可是他得給的錢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數字 比如說他會寫什麼 3.36歐元 所以那個 3.36 對 他會說你3.36歐元 5.74歐元這樣 然後你就是每次 你要放就是很多很多 就是那個 那一個人站的時間很久耶 超久 很容易一個人 至少要30秒 為了付那個體數 所以你可以想像 假熱的時候 光為了出去 高速公路 你拍兩個小時 為了出去而已 天啊 而且有時候哪一條線 他們還會反開 是打卡車的線 跟那小車的線 巴西都是這樣子 以前台灣也是這樣啊 對 然後你不小心 在一條線 就是還要移動車子 就是浪費更多時間 就是倒退 倒不然不讓你 其實馬來西亞 也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這樣排隊的時候 其實最討厭的就是那種 沒有零錢的 然後他要倒車 然後後面全部人 都要跟他一起倒車 然後他要換車到那種 我上次去的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 我說錯到 然後就卡在那邊 然後他一直在跟我講日文 然後完全聽不懂 害他就是人在後面 是有這個會講日文啊 然後都可以跟他溝通 就很麻煩 對啊 他好像沒有解決到 他最根本的問題 其實日本的過路費 超級貴耶 就是去北海道 然後從雜謊開洞爺壺 再開到那個頭媽母 然後我們忘記上網申請 就是一直讓他扣錢 然後回來 你知道快一萬塊的過路費 哇 超級無敵貴 好貴 好貴喔 然後他們說 你要先上網預約 才可以有那個比較優惠的價錢 沒錯 所以台灣ETC真的是超方便 你剛剛上網預約 可以便宜多少錢 我不知道好像三天的 還有五天的 有獨立的 對對對 是那個都可以 好像是幾千塊而已 然後 對 如果你這樣的帕子 就是幾萬塊 然後 對 日幣嘛 日幣大概一兩萬塊以上 然後我去的那個獨立那種的話 三天好像四五千塊就有了 四五千塊日幣 三天都有了 還是很貴耶 在台灣四五千塊 你可以 台北高雄來回 對 日本啦 一日幣 一樣 沒有 日本真的貴得很離譜 我也是去拍戲 但即時要回台灣 然後去機場 我只要坐計程車 三個半小時計程車 你知道台幣要多少錢嗎 哇 太多了 對 台幣來了 如果台幣來了差不多 因為我沒辦法 那是緊急事件 頂多我們從嘉義到台北 頂多給你一萬 台幣一萬 對 我花了四萬了 我沒想到 我想說頂多 不會超過三萬吧 那我真的很急啊 一定要回台灣 沒辦法 你太誇張了吧 我不誇張了 你坐一趟計程車 可以坐回台北的二級票 來回 對啊 沒辦法 這當然這個是很少發生的狀況 但我是 超貴的 你是沒想到會那麼高 因為 對 剛剛聽你講 你也是想說不會超過三萬 所以你已經有這個心理準備 那你乾脆為什麼不延機票錢就好了 因為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在靠近北海道那邊的地方拍戲 但我緊急忽然要回台灣 那我就問那邊台灣人 住在日本台灣人說 好 我這樣坐過去 因為我沒有車了 大概多少錢 趕夜車嘛 他說應該頂多三萬吧 我說 好啦 因為沒辦法 真的趕趕工作 哇塞 坐到那邊 我責任一下 我換成台幣 哇 四萬五 傻丫 太誇張了吧 對啦 我跟你講 我去年去倫敦那一回機票出 是不是合理不到四萬的 對啊 對啊 而且那個司機載完GINO 休息半個月 沒有啦 主要的是他在沛海道啦 因為沛海道是鄉下嘛 所以就是比較沒有包車 或是就是專門送機場的人 那如果通勤的話 可能是一天日幣的一兩 兩萬吧 兩萬左右都可以就是包一整天的 現在有很多這種APP 我們上次去日本的時候也是 然後他就會有好像叫黃包車還是什麼的 然後呢他在世界各國都有 比如說像我們這一次要去巴黎 我就跟他預定說來接車接機的這種 還滿便宜的耶 對啊 就網路上面訂啊 對 但他就是有一個APP 你就是手機當中那個APP 然後他全球都有 你就可以跟他預約 網路叫車 對 現在有東方人的地方都會有這種服務 台灣的交通真的我自己以馬來西亞人來說 我真的覺得很方便 尤其是在台北 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 其實如果你搭公共交通的話 在台北裡面 其實最多最多都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對 就譬如說我們從南港 你搭公共交通去到譬如說萬華的這個距離 大概就是可能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可是在馬來西亞我記得有一次 我朋友約我去唱歌 然後那個距離也差不多是從南港 去到萬華之間的這個距離 然後那個時候我車子剛好送修了 所以那時候沒有辦法 然後就提早兩個小時出門 提早兩個小時出門 然後 可是馬來西亞的那個公共交通呢 他又要轉車 然後又要等車 然後又要從火車轉公車 然後他覆蓋的範圍又沒有很大 所以那個時候就真的花了很長的時間 而且他 他不只會遲到 他不準時之外呢 他還會放鴿子 他換線什麼 他完全都沒有跟你講 你想像一下在台北 所以如果一個火車他錯過一般的 就可能會上新聞或者什麼的 可是在馬來西亞他就 我們就換線了 所以你就自己想辦法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去到那個 去到那個唱歌的地方 哇 然後整身滿頭大汗的 結果坐下來開始吃 吃完之後唱完一首歌 他們就說 時間到了 差不多OK 哇賽 吃很多 對啊 這麼的不方便 對 很不方便 尤其是在比較偏遠的一些地方的話 它覆蓋的範圍真的很小 所以你要轉很多 很多這種交通工具的方法 了解 其實剛聊到台灣的交通 比如說 比如說Uber 計程車 公車 大眾捷運都很便宜之外 台灣還有一個東西很便宜 大家沒有想到 台灣的救護車很便宜 台灣救護車叫一次多少錢 很妙 台灣救護車其實有分兩種 你打119的話 是免費的 是免費的 但是現在很多是民營的 講真的民營的 給你做到3千塊已經緊繃 已經算很貴 但我本來不知道 就覺得說理所當然 因為我們繳稅 你本來就應該給我們這樣的服務 但有時候有一個美國朋友來 然後我們就一群人 然後就約了在家裡面聚會 那可能太High了 他突然氣喘發作 是發作到那種 他連噴他的藥已經沒有用了 然後就叫救護車 他聽到我叫救護車的時候 他其實很喘 但是更喘 NO 對啊 就是更喘 NO一直要阻止我們 我說阻止什麼 你現在都已經快不行了 就硬把他 我們等於是把他硬推上救護車 讓他送到醫院去 然後後來我們就自己也跟到醫院去 之後他穩定下來之後呢 就破口大罵 他說你們為什麼要叫救護車 我不是說不要嗎 我說你這已經快不行了 我們不把他送到醫院 救護車最快 他說天啊 還是他就是要來領保險金 我們破壞他的計畫 對 但原來不是 他說你知道那有多貴嗎 我說 對啊 他整個說怎麼可能 他說他在美國的時候他媽媽 也是他們就棄船是遺傳的嘛 棄船從他家只坐15分鐘到醫院 一千七百塊美金 差不多 好像請假 五萬塊的台幣耶 對啊 你再坐 你的那個 北海道再坐遠一點 也差不多這價錢 對啊 我那三半小時 大概15分鐘而已 好貴 對啊 所以還是GINO 滑得來 那我有一次去澳洲 我就你知道就是印象超深刻 因為我那一次呢要去玩水 然後我就去買了鹽精藥 因為我就是想要不要碰到 結果我居然忘了帶我的鹽精藥去澳洲 而且我在台灣的藥房買才兩百多塊嘛 對不對 大家有買過都知道 結果我去澳洲 我就跟我老婆講 死定了 我沒有帶我的鹽精藥 然後眼看他就已經要來找我了 然後我就說不行 我來澳洲就是要玩水 所以我就硬著頭皮 叫我澳洲朋友說 你趕快帶我去看醫生 然後他就說不然 我就說不然我今天去那種 類似屈臣式的看看能不能買 然後就排隊排排排 然後他就說 要是就說 你一定要處方簽 我不能給你 我說可是只是鹽精藥 我沒有其他問題 他說真的不行 我們規定就是這樣 我說好吧 然後我就說 那你幫我掛號 然後我朋友就說 可是在我們澳洲 你不可以直接掛婦產科 不可以 母湯你要先掛加一科 然後加一科再寫一個轉介單 然後才到那個專科 所以我就是 前一天我就先約了加一科 然後我想說 好那就照他們的步驟 就加一科掛號費就80塊澳幣 就拿了一個轉介單 我根本沒有要跟加一科聊天 然後他就說 那我幫你轉介到婦產科 結果婦產科的那個時程表 還要兩天前預約 然後我就又慢慢的等 然後等到那兩天後我就去掛 然後又是80塊 所以我前前後後為了拿那個眼鏡 我花了160塊澳幣 可是我還有一個東西喔 就是我非常欣賞台灣人 尊重他人物品 那是巴西人 因為他巴西人都是拿取他人物品 別人的都是他的 你的物品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是真的你們太誇張了 誇張到我覺得是 我是真的不相信會發生這件事情 都在台灣發生的 有時候我以前剛好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沒有什麼摩托車 沒有什麼車子 我就買了一台腳踏車 然後那個腳踏車 我可能每天會去運動啊什麼的 就是會每天用的交通工具吧 可是有一天 因為我是把我的 我是住在10樓吧 然後開門的時候 是把我的腳踏車放在外面 然後我一天要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發現腳踏車不見了 然後我想說 怎麼可能腳踏車不見了 然後我就問我媽 媽 你有碰到腳踏車嗎 沒有啊 然後我就 腳踏車在哪裡 這個空間很小 然後我想說不可能台灣那麼安全 誰會騎一個腳踏車 而且我是住在一個社區 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去那個1樓 就問那個櫃檯的人 請問你們有什麼情侍器嗎 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的腳踏車好像是不見了 然後他們說不見了 怎麼可能不見了 然後我說真的不見了 我找不到我的腳踏車 所以這個應該是社區要負責的人吧 然後他們說好 這要幫你找一下 燈子你放在哪裡 然後他們說 這個角度是什麼死角度 是找不到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莫名其妙 我就開始真的很火大 算了 我就想說 可能要準備賣個新的吧 過了三天 因為吳子龍今天就是騎腳踏車來的 是不是你 他又飛在你 反正過了三天後啊 我就去了我家對面的7-11吧 然後那個老闆其實跟我很熟 然後我就賣了個便當 然後他突然問我 欸 舞陽我好像 對面的那個叫特色是你的嗎 嗯 然後我想說 走過來看 欸 好像門口的腳踏車 好像是我的 蛤 你知道嗎 我既然三天前是真的把腳踏車 停在那裡 賣個東西走回家 然後忘了腳踏車什麼在7-11的門口 不知道是誰沒良心耶這樣子 麻煩那麼多人 真的 可是我是真的 我是說這個腳踏車在這裡三天嗎 他說三天啊 這不是你的嗎 對 這個是我的 而且他還沒有鎖 放在那裡三天喔 你看那個車有多爛 真的 我這要講 太不假了 這個車一定是超爛 而且真秀 MIT的腳踏車還不做了啦 可是我是真的很驚訝 我以為他們在整我 可是我說沒有啊 這個已經在這裡三天 所以你需要的是一罐銀杏啊 你怎麼會忘記自己車停呢 我等一下可能是從那個檢測房 回到7-11要買東西回家 然後因為我家在對面 過馬路九道路可能隨便忘了 然後那天可能在忙下的事情 沒有去7-11 我說真的騎腳踏車的時候 他們會直接拿來講這樣子 下車 或者譬如說我在去一個公務員 然後他們會看那個Pickup 那個車子後面有一個空間對不對 他們會直接招這些好多兄弟們 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把所有腳踏車放在車子上面 把我們的腳踏車全部淋走了 所以這些事情 人我覺得台灣給我好大的感動 你知道嗎 然後那腳踏車不痛 真的嗎 等一下 我有一個誇張的 有一次也是真的把Pickup掉在柯韻 是 三天後 除了找到我的Pickup以外 錢都還在裡面 你看 台幣跟美金 你看 他是不是需要銀杏 對 很難送啊 而且錢還不只放在Pickup裡面 還多了六千塊 好啊 你看 還說利息喔 最後一個就是 我是去那時候從桃園 要去台北 去這個模特兒的工作 然後我很趕時間 我就不小心下車 然後就是付錢給司機吧 給那個Taxi 工作了四個小時後 那個Taxi又回來了 敲門問 這個手機是誰的 噢 好 我 我的 我的記憶有點差 可是你看腳踏車不碰 Pickup跟錢就不拿回來了 連Taxi的司機 願意就是四個小時後 去找是誰的手機 這個巴西是不可能回到的事情 真的 可是你不是在巴西長大嗎 不是啊 對 那你怎麼可能都什麼東西 他還會太安全了嘛 就是這樣 他就不是亂丟 他也會被人家搶走 對啊 所以他巴西出門都不帶任何東西啊 我一次有一次就是騎摩托車回家 然後 那個隔天就是下雨嘛 然後就沒有什麼出門 沒有用到摩托車 然後過了大概是三點之後 我一直在找你的鑰匙啊 那就是摩托車的鑰匙啊 然後他就找到這個房間 就把房間真的是防了一圈啊 然後就床的下面啊 一大堆地方 然後他會問我室友說 到底你有看到我的鑰匙嗎 然後後來就是 我就出去嘛 就是想說鑰匙算了 我要去找那種可能開梭的 可以去幫我的摩托車處理一下 然後走下去 然後看一下我的摩托車 我的鑰匙還掛在那個 我很常做這個事 還插在鑰匙孔上 對 我很常做這事啊 有時候那個車鑰匙有沒有 明明然後東西太多 我就把東西先 飲料啊 車鑰匙 錢包我就先放在車頂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收一收 垃圾拿去丟 門一關之後丟完垃圾 我就上樓了 對 車頂的東西 車頂的東西就放在車頂 我跟你講 然後回來他還在 對啊 就是 沒有人會碰 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對 我覺得民眾他們其實都也會這樣 不只是一些行政人員 上一次我也是穿著一個褲子 然後手機就放在裡面 然後他很容易 手機很容易掉出來嘛 那時候我沒有發現 然後開始走到一半就下大雨了 所以我就往前跑 跑了之後就隱約聽到 後面有人在叫喊 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事情 張和平 換錢 淘載的 沒有沒有 我確定不是淘載 然後我就一直往前走 走了之後 到一個可以遮雨的地方想一下 現在幾點了 然後去看一下 我手機掉了 然後突然間想到 剛剛有人在喊我 然後還在下著大雨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 我就跑回去 跑回去之後 有一個 有一個男生 他騎著機車 然後他下雨 他在路邊等我 然後他說 剛剛是不是你掉了手機 我把你的手機放在那一家7000 你現在趕快過去的 然後我在想他是不是耍我 我覺得應該沒有這麼好的事 我走進去 然後他那個店員就問我 你走進去7000的時候 忽然發現上面掉了一張網下來 然後就這樣 他在不動 被抓住是不是 對 綁著這樣 結果 結果店員他就問我 你的手機是什麼顏色的 什麼型號的 真的就是 就是那一個 真的就是我自己 那你們 當然這個行為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你們會這麼的 覺得這件事太棒了 這麼值得羨慕 在你們國家是很容易會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們在巴西 是不可能會 就是這樣子做 因為例如說 我今天收到了一個皮夾吧 那我看到好多證件 那我想說證件很難去申請 就是第二證件 可是我錢 我不可能會還給人家 因為我如果把這個錢 還給警察 我相信警察會自己拿走了 什麼意思 不如我自己先拿錢 警察會黑掉 如果叫這個皮夾給 那個客運公司 裡面的眼光 我相信不可能會把那個錢 會給人家 如果我先拿 利人會覺得你東西 丟在這裡丟在那裡 是你自己笨 所以你現在東西不見了 是活該的 對 所以他就是會拿 我有認識這樣的朋友 他們就是找到東西 漂亮的墨鏡啊 他覺得他不應該放在那裡 就拿著 然後我就走了 如果你把東西真的還給人家 他會覺得他好像看到了天使 他真的無法想像說 你那麼好 竟然還給我 是喔 我還是要人家甚至會 來你的家來搶你的車 我在網路上 在網路上其實大家 你家裡 你的門上面有那個閉路電視 然後曾經已經有拍過很多那種 你的自動門打開之後 你車不是停進去嗎 對 然後你要關的時候 他不是要緩衝一下下嗎 對 就在那個時候他們的 所有的匪徒就會衝進來30元 然後他們會拿著刀 對 所以你當然就只能給他 對 然後我自己家裡的車 停在購物商場外面 然後到最後也是 我們已經把那個方向盤 已經給鎖了 回到去 他就整輛就不見了 蛤 然後你報警也沒用 因為他們真的就是 抓不到人 所以 馬來西亞真的很誇張 對 我四年前去拍戲裡面 想不到什麼狀況 就是你坐車到機場很趕忙 然後 又付了師傲 又付了師傲 好... 那是日本 其實是馬來西亞 我在7-11 我跟我一個助理 進去買東西 他在大廳廣眾之下 一個馬來人進來 拿著刀 叫他把東西交出來之後呢 對 就在便利商店裡 他東西都交了耶 對啊 還是他買的東西他不滿意 他叫他換的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這是有一個邏輯科學 他就覺得如果我搶了你的東西 你人沒事 你會找警察來抓我 你懂我意思嗎 那我走了之後 至少... 至少你傷了 有...有事情你可以忙 然後我就可以延長 我逃跑的時間 就感覺好壞喔 好誇張喔 他們的邏輯很奇怪 法治 根本比較會不會這樣 對 其實我最羨慕的台灣是 台灣的安全 尤其是晚上 所以我跟你講 我在... 第一天在台灣 我來... 那...那天 我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然後外面有一些人 然後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都是男生 所以我覺得 欸...我現在怎麼辦呢 因為如果我在哥倫比亞的話 我應該想辦法 離開以後 你應該跟他們怎麼說話 比如說... 因為他們會跟你說那個... 好聽的話 嗯... 比如說... 欸...你是一個天使嗎 一個天使嗎 因為你掉下來 所以你會懂嗎 比如說這樣的... 就講一些垃圾話 標配啊 對... 後來我離開便利商店 我發現了那些人 其實他們在那邊就是找... 不是為了找女生 是為了找... POK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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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認回在哪裡 好厲害喔 那你們應該有賈斯汀吧 應該有 對... 對...我發想放棄了 我講... 台灣真的很安全 所以我... 很開心 在KONBIA 如果外面有一群這樣的男生 那如果你拒絕被他們搭訕 你會怎麼樣嗎 會被打嗎 對...可能會 會被打嗎 對...所以你要小心 尤其是那個大城市 對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 羨慕台灣的 Vlog的文化 台灣人 台灣是我看過 最會寫Vlog的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就是你需要任何一個東西 有非常多 非官方的資訊規短 很多很多人都寫 所有的東西 超厲害的 你知道嗎 我們義大利 完全沒有這個東西 義大利人就是很少 自己播IG 很少自己寫Vlog 因為我們沒有 這種網路的市場 就是義大利人都不太會 用網路找東西 就是頂多會Google 然後就找官方的東西 我之前耶 我之前為了找一些 義大利的資料 我還是必須的 去找台灣的網站 台灣的部落客 才找到我要的資料 我找一大堆台灣的資料之後 我就很認真 用義大利文的找 找到了可能一個網站 其實我真的很認同他的講法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 真的是一個很言論自由的環境 不管是電視節目 電台節目 然後我打開電視 甚至是有政論節目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立場 你可以說你自己想說的事情 那其實在馬來西亞 是不可能可以這樣子的 我在馬來西亞之前有 在電台當過幾年的DJ 政府它有一個特主的部門 然後它會全天候地去監聽 你說的內容 譬如說你說的內容 有那種心愛成分的 反串的 反回教的 這些東西通通都不行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去7-11買一個打拋豬肉的飯 然後喝了很多啤酒 這個其實已經犯了三次規 回教豬肉是不是 對 第一個是因為 豬肉跟酒 豬肉跟酒 那 打拋 不是 另外一個是品牌 很多品牌都不能 如果你要說這個故事的話 你要說 我去便利商店買了食物 然後就不小心喝多了 喔 如果這樣的話 避重就輕 會怎麼樣 那個時候就有一次 我訪問一個藝人 然後其實我們是有責任 去告訴來賓說 你能說什麼 不能說什麼 那個時候太敢馬上就要直播了 所以那個時候馬上坐下來 我歌完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趕快開始訪問 然後那個時候是一個歌手的專輯 然後他就說 這張專輯裡面的這一首歌 我就問他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他說 這首歌要信給我的上帝 然後後來 後來他講完之後 幾秒鐘就有一個官員衝進來 開門 我們還在直播開門 他就說 你要控制來賓的發言 如果再這樣子一次的話 你會被罰款 但他講這些的那個 都已經Air出去了 都已經Air出去了 不是說官員進來講的時候 應該這一段觀眾也聽得到了吧 當然他有點遠啦 對 然後 他就這樣跟我說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 很敏感 對我來說 所以在我們很多 就是官方上 國家機構的一些 譬如說電台電視節目 這些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台灣有一些很好的地方 但是也有壞的地方啦 那我們要聽一下 老外朋友們怎麼嫌棄我們 沒有啦 我老實說 台灣比較會就是 羨慕別人 但是自己會做不到 那譬如說 那個有一次我那個朋友 他是一邊那個抽煙 然後呢 他自己抽完也是 直接丟在那個馬路上 因為老實說 台灣就是那個炎地 這件事情太嚴重了 就是大家覺得那個水果啊 還有那個路上就是隨便丟 我覺得理所當然 然後就是這樣一邊抽 欸 夢多為什麼你日本那麼乾淨 為什麼 我覺得台灣的路上有一點髒耶 我心裡想說 是你做的這件事情啊 然後我就開玩笑的說 因為你 你這些人是為了 是台灣的路上變髒 他還搶我說 那你回日本啊 對啊 哇 什麼對啊 我覺得餐廳 就是所有的衛生 我覺得都沒問題 但是我覺得路邊攤 其實真的是要進步一下下 更應對方式 我覺得 對 因為有一次我去了一家路邊攤 然後 我其實已經吃了大概一年多了 然後有一次去的時候呢 他的那個菜 就剛好全部都倒起 然後我的筷子就拿出來夾 一夾之後 放到我的嘴巴旁邊 有一次大概兩三公分的小牆 掉了下來 哇 掉在桌上 兩三公分 我覺得應該不算小 然後當然我第一個反應 自己的情緒 我就會覺得生氣嘛 然後我就站起來 就走到老闆娘面前 我就問她 為什麼食物裡面會有蟑螂 然後她就跟我說了一句話 我很生氣 她就說 好啦好啦 今天就不算錢了 然後就把那個菜就拿走了 沒有人道歉 沒有人賠罪 也沒有人跟我說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 有啊 這整件事有人賠的生命啊 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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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小強的生命這麼重要 是 而且我覺得她的應對方式 是我接受不了的 我覺得可能你會不小心 那我覺得你可能不是故意 但是我覺得至少道歉吧 我覺得道歉這個很基本 但是我覺得那天她也沒有做到 這樣子的一個應對 所以那天真的拍桌走人 然後之後就沒有 再也沒有回去吃過了 因為那種事情 算什麼 梅果還是什麼的 會超嚴重的啊 對啊 對啊 另外一個東西 在台灣真的需要進步的 就是那個 教訓班 我覺得我常常就是開車的時候 我看很多人做一些動作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她為什麼是這樣開 她為什麼是做這個東西 後來呢 我老婆她有去學開車在台北 她有報名那個教訓班啊 然後她就是很認真學啊 做功課啊 她考到 滿分喔 完美 我跟你講 開車的時候 她完全沒有概念 她超級無敵危險 她就是我們就是 每次就需要去遠一點 高速公路啊 她都不敢說我不敢 我不敢開高速公路 你不是有駕照嗎 我不敢 好吧 那我們去全聯 我們去買菜的時候 你開 然後你練習停車 我不敢 你趕快開 好啦 她開 那我們到那裡的時候 停車 停十分鐘 一個簡單的鴿子 完全無法停進去 他們就是轉啊 轉右邊 轉左邊 她都不知道 然後我們專門為了讓她方便 我花了多十萬塊 裝那個 看到整個 那個線式器 可以看到全部 然後她看那個螢幕 完全沒有用 她就是不會停 結果還是我停 一個加訓班 怎麼可以這樣發駕照 停車的時候 他們是擺一個椅子 然後他們看到那個椅子的時候 他說 你要轉右一圈半 對... 對 我們重點是我們... 有口訣的啦 對啊 我們那個時候我們去全聯 我跟你講沒有椅子啊 是真的很理由 她不知道要怎麼 那你怎麼不趕快 搬一個椅子給她 我車上每天沒有椅子 現在我知道我車上又放一個椅子 OK 沒關係啦 你不覺得這樣生活會比較多樂趣嗎 哇塞 我是覺得危險性很好 還有大家有沒有覺得 就是歐美的女生 就是真的輪廓很漂亮 然後他們是贏在人生的前半段 他們一站出來 那個身高 那個氣勢就是贏過我們 但是我們亞洲女生 是贏在人生下半場 因為我們... 我們老的比較慢 對不對 有沒有這樣覺得 台灣女生老的比較沒有那麼快 亞洲女生真的比較... 對 皮膚很好 對 我現在... 對 我去那個美國買那個 大A 小A那個牌子有沒有 我要去找Size 她就說 你要去隔壁 你要去隔壁小A 我就說那怎麼好意思 她以為我是青少女這樣子 謝謝 今天謝謝各位的說明 謝謝 今天我們今天聊得... 那這裡台灣有很多 值得人家羨慕的地方呢 大家要多多珍惜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大家的第一場 下次見囉 謝謝 謝謝 台灣的女生男生其實優點真的很多 要不然老外怎麼會那麼愛我們台灣的女生或男生 也是喔 是不是 我覺得台灣女生的優點我真的說不完 那你就盡量長話短說 慢慢說 對 但是好了 如果硬要講一個好了 我不要講身材 好 我講行為好了 我一個我真的非常喜歡台灣女生的一個行為 就是在台灣 女生不抽菸 是因為 也是氣質 就是在義大利 你們知道我們義大利現在女生抽菸是抽比男生胸 真的假的 是喔 對 所以我義大利的女生他們都抽菸 然後我們就是如果你男生不抽菸 你就是必須要接受這個東西 然後所有的都抽菸 你去餐廳的時候 他們每三五分鐘都要除去抽菸 然後如果你要夠男生的話 你就是要陪他 不管可能外面是零下十度 他還是就是這樣 然後他實在就是要抽菸 可是 對 這麼拚命 都是這樣 對啊 可是在台灣 就是我女性朋友啊 或者我前女友啊 我老婆啊 我沒有遇過會認真抽菸的女生 我們都住很快樂的住在一起 都沒有抽菸 對 這個我覺得很好 蠻妙的 對 另外一個我覺得台灣女生 讓我覺得很 一大福音就是女生的穿搭 那在馬來西亞呢 大家可能因為治安不好 然後大家很多女生都覺得人心惶惶 會覺得穿得很low的話 會引人犯罪啦什麼的 但是在台灣呢 我覺得因為治安很好 然後再加上氣候變化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你在路上 錄胸的 錄腰的 錄屁股蛋的 看得你開心的 是不是 孟多哥上次跟我講 那個時候 不然你以為他來台灣幹嘛 真的很棒 我跟你講 那個中小東路的 四段的 Starbucks那邊 你知道那邊就是那個沖邊 就是中小東路 全部都那個 我之前常常我跟GINO 在那邊開會 可是 孟多哥 你在台會 你在喔 又關你的事 你跟他好密切喔 對 我們今天先晚上的時候 就是說 我就是GINO說 兄弟 有點可渴 要不要喝咖啡 我說好 我們兩個人說坐下來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是這樣子坐下來 對不對 但是就是夏天的時候 女生穿得越來越少 我們兩個坐得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因為要藏一些東西是不是 對 我覺得台灣的 台灣的風景真的很美 是 台灣的風景 以前去東區他都約我 他瞬間就不約我 好像都轉去微風廣場那邊 喂 就不約我 因為他現在都看著代言人 對 上次孟多哥你跟我說 那個 微風那裡很多的 也很多 也很多 所以嘛 孟多你告訴我們 你為什麼要公開嗎 真的 後悔 好啦 沒事啦 到底為什麼呢 沒事 所以微風廣場周邊的警衛 對 要注意囉 我的馬來西亞朋友 他們來到台灣的時候呢 他們都會叫我帶他們去一些地方遊玩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想要去西門町 我就說 西門町應該就是逛街 吃東西 買東西 就這樣而已 然後我們下車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排隊去買珍珠奶茶 買完珍珠奶茶之後 他們就坐在那個廣場旁邊 我說你們坐在這裡幹嘛 為什麼不逛街不什麼 他說 我們今天就坐在這裡 西門町看妹妹就好了 蛤 因為他覺得 這麼冷 他們就把它當景點 因為在馬來西亞就真的比較少 對啊 眼裡看的是珍珠奶 來 茶 茶 這個不好說 天啊 這也變成一個行程之一 對 我朋友去東京也這樣 其實每個國家的男生 做一模一樣的事 不是只有我們日本人 就是對 華人的一模一樣 你現在在拖大家下水是不是 叫你自己的好了 好 下一下一個 你看看 大字包是你啦 好 我來進 反正就是 如果是要把台灣女生 跟巴西女生比較的話 我是認真覺得 我比較喜歡 現在是跟台灣女生的相處模式 因為我覺得就是 不是巴西女生不好 是他們的個性 是比較有肚理感 那他們可能會 比較不像台灣女生 會這麼的注意一些 人生的一些小細節 那這麼說呢 因為我可能在巴西長大 我一開始就 對這個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是跟巴西女生相處吧 可是來台灣的時候啊 台灣女生真的很聰明 比如說他知道你可能就是 明天要準備什麼工作 他可能會提早一些 幫你準備一些小東西 就是為了幫助你隔天的工作 這些事情 或者比如說他知道你今天很累 然後他可能會知道 你可能七點要回家 會提早幫你準備一些東西 就是在生活中的這個方面 如果是住在一起 你會發現就是 台灣女生會付出好多的用心 去給一些小細節 然後這個小細節累積起來 就是很大的一種感動 對 那我覺得就是台灣女生的 優點就是這個 這也會記得你的那個 IG帳號密碼跟那些東西 我在寄密碼不會給女生 這真的是台灣女生細心的地方 而且是觀察力很敏捷 對不對 觀察力好到怎樣 男生一拿手機起來 我們就會這樣 這是顧問關心的 看他在跟誰 對不對 其實我同意查 我覺得台灣女生是很體貼 就 跟女生的女生不一樣 像女生如果你生病的話 可能是女生會叫你自己去看 自己看著辦 然後就是如果 除非才嚴重之外 可是就是 我那時候像女生 我自己就受傷了 然後那時候我女朋友就說 受傷在哪裡 就說腳撞到 這個木頭 然後他說你拍給我看 然後因為他之前在醫院工作 不是在做醫生 可是他了解這種東西 然後 我就說沒什麼事 反正結果就是拍給他 然後他說 你這個可能是要觀察一個幾天吧 然後我就說 我玩硬式橄欖球九年了 這個東西是小Case 然後結果可能是他每天還是會打一個電話 然後特別會去講到這個東西 然後過第三天的時候 就是可能是我那邊是有點消腫啊 可是還是有點紅紅的 然後他說 這個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你應該是要去看一下醫生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 可能是那種什麼蜂窩心珠之間 然後 後來就是我回到紀錄層 我那個城市的時候 然後那個紅的地方 就是開始變 變大 然後就開始有點痛 然後他就說 就是他那個紅色的地方是會擴大 然後就開始變比較痛 然後他就是說 連我家人都沒有想到這個東西 然後他每天就是在關親我 然後都會要傳一個就是照片給他 然後結果真的是這樣子啊 然後還要組醫院 然後後來回採望的時候 他怕說可能是會腐乏 因為那時候的那個時間過得不夠長 然後他還要考察自己家裡的關係 其實有一個很厲害的醫生 然後去給我看 就是還開車找我去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感覺 而且這些人也把支持啊 我女朋友也請了一個三天的假 然後就在家裡陪我啊 然後都煮東西給我吃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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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趕快娶她啦 真的 好棒耶 還有在一起嗎 還是這個嗎 還有在一起嗎 下一位 下一位 好吧 因為我覺得不只台灣女生很棒 台灣的男生 我覺得也是很多國家女生 心目中有極品 我有一個日本朋友 日本的女生朋友呢 他就非常喜歡台灣男生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你在台灣 你常常會看到 穿著很Man的男生 幫女生提包包 縱使是粉紅色的小包包這樣子 他們也就是不為所動 就是 覺得就是幫女生拿東西啊 或者是跟女生去購物 拿的東西是他們的責任 可是你在日本你看到 男生通常都是走在前面的 而且他都完全回頭也不會擰 而且又起不來 又三分鐘而已 幹嘛啦 二十分鐘 你可以好好剪東西 幹嘛對後弱不行 然後 提東西都是 你看到日本女生 都是穿著很高跟鞋 然後提著大包小包 在後面追前面的那個男生 你們真的有病喔 什麼 不是啊 不是 我懂你的意思 那我們男生 就是我之前講過 我們男生 可以就是女生買東西 我可以幫忙拿 但是包包是為了女生設計的 沒有 可是很重啊 那你不用抬啊 你自己抬過來的 沒有 我在迪士尼勒 看到那個日本媽媽 她穿高跟鞋逛迪士尼 就算了 手抱一個嬰兒 推一個嬰兒 還自己被媽媽包 然後他好像都走在前面 炫了我一把火 太多了 那是他的手 他趕快離婚就好 但是包包這一個 真的是 我相信你們 不是 孟靈剛才說的事情 是有一些女生的包包 設計的是真的很難 女生的 我們如果是 抓就很不方便 如果是要刮在這裡 更不方便 我也沒辦法看一個男生 拿女生的包包 我想真的 我也沒辦法 但是 這分兩種 就是像他講的那種媽媽包 或是他真的 可是在日本真的很 街頭很多 男生明明手上沒任何東西 然後女生大包小包的這樣 在後面追趕 對 可是我覺得 孟多哥 可是你不覺得 如果你牽著你的女朋友 然後你另外一個手 拿這套包包 這樣很MAN的時候 很MAN 女生會覺得 我就會 旁邊的女生看到就覺得 哇 這男生好棒 我跟你講 我們 我們當時在國外的話 我們 你太陽就會覺得說 我們很娘 真的 所以在台灣 我不知道為什麼女生 會挑戰 沒有 我也沒辦法 除非這個女生 腳不方便 或是他 可以 可是包包因為沒有很重 可能是 要不及半公斤嘛 身世的表現 然後還有 我覺得日本男生 還有一個很不行的地方 這也是 我那朋友跟我說 他說 不行喔 怎麼樣 你那個孟多很難跟你聊 來 就是我們 在台灣 我們男生其實會接送習慣性 比如說我們要約 今天12點去看電影 男生會先開車或騎摩托車 來我們家裡接了女生 一起去看12點的電影 可是在日本不是 他們就會直接跟你約12點 在那一個電影院的門口 我們就各自去 這個也是 沒有一個被垂的感覺 我跟你講 我們沒有車 怎麼切送啊 做計程車啊 對啊 而且說真的 你們是幼稚園的學生 自己就是已經 肚立 28歲以上 連去電影都不會去 不是 電影因為我們會去 但是我們願意給你們這個機會 對啊 這是一個 展現你們的體貼 我跟你講 難道微風代言人不需要你接送嗎 對 代言人不用嗎 很 很獨立 很獨立 獨立 很獨立 他又沒有來 但什麼關係 獨立 獨立 這不是獨立的問題 不是啦 這跟獨立無關 對 就是你體貼 然後你就是願意付出來 追求我的感覺 而且在舞客上可以聊天 多甜點 台灣的女生不能常常接送 因為台灣會把它當作理所當然 然後你會變成計程車 我真的遇過一樣的問題 可是這個外國女生的話 你怎麼想 其實我有一個故事 如果我在哥倫比亞 譬如說我去我的男朋友的家 然後要離開 他跟我說好 拜拜 再見 如果我在台灣的話 那個男生可能跟我說 我帶你去你家 所以我覺得 對 我帶你帶你回家 你帶回家 對 那也不是 對 那也不是獨立的 我知道我可以自己個人 對啊 我們又不是回家 我們能夠自己回家 我們也可以自己去電影院 但是就是 你看你另外一半 願不願意表現出一個體貼 男生的一面 他過來想 他過來想 你們現在是講得很不公平 那我們的時間也是時間 你聽一下 就是他戀愛是公平的事情 就是我可以為你扶持 那為什麼你不願意我們讓我扶持 是你起不來 我們也是包容啊 不是 對啊 我記得了 我記得了 很好 是 多少次我們在旁邊 MOTO加油 使盡辦法幫你有沒有 說什麼 不出的地方不一樣 其實我講 我覺得講個總結啦 我有一個男生朋友 跟你一樣超硬的 但因為已經是 不像哦 個性 就是說我怎麼可以幫女生拿包包 我怎麼要送女生怎麼樣 我不要對他太好 怕他會扔頭勤棍 但是呢 他後來結婚了嘛 他在他旁邊陪他生過一次小孩 看他老婆痛過之後對不對 他什麼事情都願意幫他做 因為女人真的很辛苦 真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對錯啦 只有說你願不願意去體諒 體驗另外一半 孟多哥硬起來趕快生 趕快生什麼 1 2 2 3 5 2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